欢迎继续收看美东新闻 来自全球的近千名比丘尼 周二聚集在中爪哇省的日热 出席了国际佛教善女人大会 受到日热特区神长苏丹十世的热烈欢迎 国际佛教善女人大会周二在日热皇宫举行 来自世界各国的上千名比丘尼参与了此次大会 日热特区神长苏丹十世也参与了这次活动 并且在演讲中向所有参与者的参与表示欢迎 也为此次会议能够选择在日热作为举办地点 表示衷心的感谢 开幕式是由印尼宗教部长夏佛丁主持 那么这一次的国际佛教妇女这个大会呢 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国际佛教善女人大会 指定了日热式成为今年的举办地点 来自四十个国家的一千名比丘尼参加了该大会 其中四百七十五名来自印尼 对于一名来自泰国的比丘尼而言 每届大会都充满了多元文化的结合精神 哦 从中 italiano起序 La first time 1987 very few but now increasing 第一次 stake招呼了二十位 przew flower外 但这 particular关系都是四十个国家 指定了多に四十多人来自四十国家 特悟时我们到这个宗教室来这 専与而为这个和主 pattikes 和 Oracle的跟安三是粉丝的 我认为非常愉快 因为宗兰在做一个很强的说法 那习近平 佛教 基督徒 基督徒 都不重要 我们可以在一起工作 今年大会的大部分参与者来自印尼 由于每届的活动都会有不同的主题 印尼佛快家联合会的其中一名代表人员透露 他对于全球女性的正义带有高度的期望 国际佛教善女人大会 是国际性的善女人大会 成立于1987年 刚成立的时候只有几个国家参加 但目前又